今天教你这个魔术仔细看了 这边有附普通的扑克牌 仔细看 所有的牌呢 我们可以看到花色点数呢 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 看到吗 不信息一下 这一边 再从这边看 你看 每张牌都不一样 接下来呢 我这边是一张Q梅花 仔细看啊 Q梅花在手上就这样轻轻的摩擦一下 仔细看不可思议的事情 Q梅花在这边变成了一张 六红星 不仅是这样 整副扑克牌在手上 我接下来要让它 整体催眠变成 一样的牌 都变成了六红星 刚刚我打了一个赏指 在这个赏指之后呢 我会发现呢 所有的牌呢 都变成了六红星 那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呢 接下来就进入这个魔术的揭秘时刻 接下来到了这个魔术的原理讲解啊 首先我们需要一副扑克牌 仔细看啊 这个扑克牌是特别的扑克牌 所有的牌呢 它的长度是有一点关系的啊 所有的六呢 你看这边 所有的六都是整体的话是短了一点点 那短了一点点呢 你看像这样拨牌的话 它短了就会落下来 就会落下来 你看都会落下来 那从正面这样就短的先落下来 那就底下的这个 是杂乱的牌 所以它所有的牌略都是一张正常的 一张短的 一张正常一张短 都是这样牌略 都是这样牌略 这样牌略好之后拿在手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拿手上这样 你看这样落下来 全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从正面看来 看来都是会一样的 好了 魔术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喜欢看更多精彩的魔术 记得关注我